黑鲍鱼的讯息还没有到 不过台东成功镇新港籍的渔船德顺号 在绿岛的外海捕获了第一尾将近2000公斤的黑鲍鱼 并且以拍卖价每公斤610元卖出 船长表示心情比娶老婆还要快乐 而这也是台湾第一尾 希望代表今年一整年都是好兆头 入冬后台东的第一尾上岸 船长开心得不得了 连家人也赶到码头拍照留念 船长笑得合不拢嘴还说抓到第一尾 心情比娶老婆还要开心 由于往年黑鲍鱼都要到二月之后 清明节前才会出现 今年一月中黑鲍鱼就在绿岛东北方附近海域线中 船长估计应该是游得比较快或是落单的黑鲍鱼 台东今年第一尾黑鲍鱼也拍出11万7730元的好价格 他没有报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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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110年度我们新港鱼港第一尾黑鲍鱼 那个屏東呢 屏東还没有 这些都要登记 都要登记 可以报仇业数 都要报仇业数 而且这个抓黑鲍鱼的申请也都有申请 给你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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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不但油脂丰富相当肥美 还是今年全台湾列入记录通报的第一尾黑鲍鱼 船长实在太幸运 开开心心回家准备过新年 记得李明德台东报道